就是這個大木箱 外頭寫著大大的爆裂紋 三個大字 這個木箱被淘機航警 從澳門抵台的客機上發現 擔心裡頭有爆裂物 引起航警戒備 同時也啟動機場仿暴機制 航警仔細拆解後 才發現裡頭放的是 定製球鞋的紙盒 上頭黑白條紋狀的花樣 原來叫做爆裂紋 裡頭根本沒有爆裂物 就是這雙定製球鞋 不只國內外 很多球鞋粉絲相當喜愛 國外也有很多的收藏家 指定搜集 這款擁有爆裂紋花樣的 定製球鞋 當時澳門客機所載來的木箱 疑似業者擔心運送過程 發生碰撞 加上怕無法辨識或品名稱 才會在外頭寫上爆裂紋 消耗的字樣 還好最後經過查證 確定沒有爆裂物在裡頭 卻也讓航警人員續盡一場 記者林隆正桃園報導